可以了 形象不用讲 大家好 现在是讲这台的设备的教学视频 然后这台设备的话 是专门贴我们的这个 研柱型物体的这个物品 现在从开机开始 整台机器大概的架构由 这个药标 这一块轮 然后这个测标 然后副标 还有我们电箱 还有整体的框架这里组成 然后现在从开机开始讲起 这边把电源在这边插上电源 然后这边插好了 然后到这边 后面这里 有一个开关 在这个位置 找不到不 把它打上来 好 现在我们就正式的开机了 本来机器的启动 机器的第一个界面 是我们的欢迎界面 然后随便点一下 空白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提议 会进到我们四个菜单的 主菜单界面 然后给现在我讲的是四个主菜单界面 分别是这个是执行生产界面 右上角这一块 执行生产界面 我们正常生产的时候就从这里进入 然后下面是我们监控界面 然后左下角是我们的设定程序修改 参数修改界面 这个退出 主界面 这个手动界面 好 现在从手动界面开始讲 这边手动界面 这一块 这个是点动出标 每按一次 它会相应的出一定长度的标 放开它就停 按着它就走 点动出标 然后接下来讲的是我们单气出标 单气出标 每按一次会单气走走一张标签 是靠这个电影触发来传感的 每按一次出一张 每按一次出一张 这就是单气出标 这些在我们调剂的时候都能用得到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副标 这个副标 旋转 这一块旋转用的 对啊 你没有绕标签 没有从绕标签开始 等一下会讲 然后把副标弄到了 好 到这里 我们讲这一块瓶子 然后煮界面 我们手动的煮菜单 这一项已经讲完了 讲一下我们执行生产 然后右上角这个执行生产 执行生产的话 这里有一个 现在是状态是脚踏启动 脚踏的话是指这一个 这一个启动 用这个控制 控制这个启动 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有有相对应的啊 状态指示灯 现在测标测标是亮着的 对应的是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测误 测误这里用不到 然后底下这里 我们直接讲啊 单标 然后脚踏启动 按一下脚踏 它会相应的有这个位置 按一下脚踏 相应的会出一张标签 这是所谓的脚踏启动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我们 这个 这个单标 单标指的是每一次只出一张 贴一张标签 按一下单标 是这样子的 就一张 接下来我们要演示的是 双标 这个位置 双标 这个 启动 双标 每一次出的是两张 现在两张 这个位置可以现在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这样子的 是不经营的 这个的话 在我们这里 这个参数设计里面 会有调 这个位置 参数设定 首先从底下这个开始讲起 双标的时候 这个是双标停标延时 调节这个 可以把这个的键制 可以调成金银 双标 0.05 0.05 好 启动 然后我们接来 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双标 好 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两边的键势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双标延时 来修改 达到他们 贴双标的时候 这个键势 大小的调节 接下来把参数 这边的参数给讲完 这是停标延时 停标延时 指我们放上去的时候 它这边停标出来 出来一张标签会相应的 当我们标签不够长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得到停标延时 停标延时就指我们这里 检测到标签以后 它会骑士 在走一定的停标时间以后 它才会标签 它会停下来 这是所谓的停标延时 然后这边的副标延时 副标延时指我们标签这里 这个副标延时 指标签 贴完以后 我们骑士旋转的这个时间 然后监控 我们这里相应的监控 都会有 不同的传感器监控 这个代表我们 测标电影的传感器 然后还有电机的 还有测误电影的 这里现在是没有装 有测误电影 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 讲一下我们这个 基本的调节调节办法 首先这一块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这是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的状态 然后我们每天 如果是换新标签 我们会从这里 收料盘这里开始换 首先教的是 料盘的拆装 料盘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拆装 装些进去 首先 首先料盘就是通过 这样子安装 安装进去 然后记得把两头锁紧 就可以正式工作了 料盘 料盘 现在我们讲的是料盘装料 装料完成以后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要标 标签 从这里 底下 这里要过来 到这里要上来 要这是上面 把这里拉紧 从上面 拉到这里 这里会有一个标签调节 可以 左右 左右调节 来适应我们标签的位置 左右 这上面两个线位签 也可以左右调节的 调节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好 然后标签接着走 走到这下面 走到下面 这里 从这里过 好 从我们底下这个轴过 到我们这个 主动的这个不标签 然后从这里上来 从这里下来 到这里 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 这个位置 把它打开以后 把它才能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 先用手把它定住 均匀的定住 然后把两边分别 锁紧两边 好 现在我们锁出来的 可以看到 这是偏的 我们会用手动 来这里 先走纸 让它走顺 点一下 点动 刚开始时 要多走几张 刚开始要多走几张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纸就走顺了 走顺了以后 我们这边要 设置到我们调节 我们电眼 点一下 单标 单次出标 这个电眼量 拉过来 灭 亮 灭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电眼在这个位置 它跟我们想要的效果不一样 可以通过这里调节 在我们空白处 先按一下 加 按定它 直到闪烁以后 再调到这边 调到拉动的时候 这个在空白处 亮在里面的时候 灭 就是就可以达到我们 正常工作的使用要求 好 我们接下来 就是讲 调节 每次出一张标 这个位置 标签 点标签的时候 每次出完一张 可以 有时候 这个上下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来调节 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放下去 直接去粘到这个位置 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通过调节这个 这个位置 电眼的上下 来达到它这个长短 这个调节 往上多少 它就对应的 短多少 到这上面 点一下这个 单次出标 它就相应的缩短了 然后看一下量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 放进去 能不能粘得到这里 粘不到这里就可以 现在还是有点粘的 我们还可以往上再调一点 现在你看 又缩回去一点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把这个放上去 放上去 调节我们大小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大小是可以随意调节的 调到我们合适的大小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要贴的位置 和这个 拿这个 后面这个 有一个定位的 一个顶 顶住的定位的一个装置 我们这个装置 顶到这后面这里 来挪动它左右 相跟标签相应的这个大小 我们标签贴的位置 就跟我们定的位置 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定位到这里 标签贴的是这里 然后把这个松下来 松下来 把副标压到这上面 这里 接触到底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试贴 试贴的时候 点到我们的生产界面 点一下单标 这贴的原石要加一点 这位置要相应的夹紧一点 调整个 一道情况就像刚才这样子去调节 调我们的标签的 溢出标的长度 还有我们这个轴一定要放到位 这个轴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贴的位置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边如果说要往下贴 我们就调这边我们的定位装置往下贴 如果位置OK我们就不用调 往上贴就把定位装置 这两颗鸡笔松了往前推一点 达到定位可以这样定位 标签就可以往这边贴 好接下来我们调松标 松标的调法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一样是把料盘上料 然后锁紧 然后走纸走完 按我们的正常的要纸方法 视频上可以看得到 我们要要标签 要这个方法要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 单标测完单标 然后我们接着测双标 双标点一下双标 双标的调法 主要是调这个键计 现在看 这两个键计 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这里 这个参数里面 这里有调节 点一下 这个双标建计 双标停标延时 零点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修改它 零点零七 调个明显一点的 给你们看 现在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的调节 这两个的位置 现在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调节这个参数的 这边大 这边小 我们就要把这个对应的参数 这个位置相应的调小 因为它是这样子显转的 这个调小以后 它就可以相应的贴过来一点 这边就变小 这边就变宽 零点零过 零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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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就差不多了 就是通过这个双标延时来调这个缝隙 这个缝隙大小延时 然后还有一个 最后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 一到任何紧急情况 比如说在这里贴着 有什么样任何问题 贴着贴到一半按下急停 按下急停 我们所有设备都会断电停止掉 有任何紧急情况 我们都可以按下急停 急停按下这直接停开 打起来就是启动 OK我们这台机器的操作调试就讲到这里